鄧炳強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12月3日出席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後會見傳媒 主動提及魚護處暴殺野豬的問題 聲稱野豬並非卡通片裡可愛的小肥豬 而且是必須移除的危險 但是否認保安局有建議魚護處殺豬 鄧炳強又提到野豬的問題 他聲稱野豬傷人情況不斷惡化去年有3宗 今年截至11月已經有18宗 江市11月就有7宗野豬襲擊市民的事件 他表示野豬不是寵物 不是卡通片裡可愛的小肥豬 它是會傷害香港市民 必須要用一些方法去移除對香港市民的危險 在胡育署公布定期暴殺市區野豬的前3天 11月9日在北角發生野豬襲警的事件 鄧炳強也提到 該名被襲擊的附警被捕需要逢14針 小腿的傷口也非常嚴重 需要直皮 當被問及保安局是否有角色建議與護處人道毀滅野豬 鄧炳強表示保安局沒有角色 但是認為捕殺野豬的政策正確 作為問責官員有責任解釋 我作為保安局局長既然這個是牽涉到市民的安全 必須將這個道理講給市民聽 當局從上個月的12月宣布改變過往和平處理野豬的政策 改為捕殺所有在市區發現的野豬 至少13隻野豬因此被殺 措施公布後數萬名市民聯署反對 愛護動物團體和獸醫業界人士 也多次去信餘護處要求回滅 單是被餘護處拒絕